武警司令表忠心 坚决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 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 武警司令员王宁周三 11日 在官媒撰文 批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才后严重触犯政治底线 虚化弱化军委主席负责制 强调要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呼吁武警部队坚决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指挥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王宁在题为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确保党对武警部队绝对领导文章中称 武警部队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 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丝毫迟疑 丝毫含糊 文章提到郭伯雄和徐才后 称两人虚化弱化军委主席负责制 把部队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党中央 习主席果断查处郭伯雄 徐才后 以军委主席的绝对权威自上而下改进作风 惩治腐败 肃清流毒 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 挽救了军队 文章强调 只有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才能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诚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 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文章表示 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就是要坚决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绝对权威 做到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始终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保持高度一致 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近平指挥 文章指出 武警部队要把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作为最高政治任务来落实 作为最高政治要求来遵循 作为最高政治纪律来严守 以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模范行动 权力以赴打赢为稳战役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